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往肖战有新动态的时候肖战工作室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更进宣传 但是这一次居然悄无声息 尤其猛牛这个代言是肖战2021开年第一个新增代言意义重大 肖战工作室的反应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粉丝认为是工作室偷懒 还有的粉丝以为要工作室宣传要另外加钱 但是大家发现肖战工作室默默地给猛牛乳业的官宣微博点了个赞 看样子不是偷懒啊 应该是猛牛乳业的钱没给到位 或者是另有苦衷 接着有粉丝透露 被夹之后近年三天 据悉原因是肖战参加了1月19号的抖音心动之夜晚会 工作室专门发了微博宣传 文字和图片都提前到了抖音 因为抖音和微博平台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所以就被微博制裁了 被制裁之后肖战工作室1月19号发的这条微博 已经不允许点赞评论和转发了 并且还被禁言三天 自然不能够更新微博 因此肖战工作室无法给猛牛乳业代言进行宣传 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 粉丝们也都是为肖战工作室打抱不平 有粉丝指出微博平台应用而已 看人下菜碟 怎么王一博的个人宣发微博从1月19号发的微博中也带有抖音字眼 怎么还可以继续点赞评论和转发呢 并且也没有被禁言 1月19号20号21号都不断的在微博给抖音做宣传转发 心动之夜和电视剧有匪的宣传 之前肖战粉丝就因为微博King的打头 对微博的操作可谓是有所不满了 微博之夜的King的网上评选可谓是一波三折 因为一直有网传说微博之夜的King早已经被内定 那就是王一博导致了很多粉丝 纷纷的发布消息不参与打头 肖战国内的很多粉丝也都放弃了投票 虽然结果出来肖战仍然以实力获得了微博的King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主办方迫于压力不敢内定了呢 经过此事粉丝们很是不满 甚至放言说肖战参加粉丝也不会失望 这一次工作室微博被新浪禁言 粉丝们更是气坏了 觉得这样的行为好小气 二二期事件之后我们都知道树岛招风 肖战在忍着粉丝们也在忍着 看到战战受到冷遇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 还是会觉得无比的心疼 毕竟肖战这一年多太难了 不想让他再受一点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